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留得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講一下這個超級巨星被人追擊 是什麼人呢? 那就是什麼加油 特朗普的支持者 其實這位阿姐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她真的沒有表態 但是你這麼快去追擊她,會不會那麼好 亦有美國媒體會說,只有她就只有天下 我覺得這個很誇張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就不用選了 找她出來選,就贏了你 當然不是 是什麼事呢? 就是原來 川普,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支持者 就是追擊這個 是超級天后 Taylor Swift 香港也應該叫泰勒斯 為什麼呢?因為上一屆很搞笑 上一屆 其實這位泰勒斯是有支持拜登的 他現在還沒有表態 你還沒有表態,你就先動手 其實這位泰勒斯其實就是逼他表態 是撐對 本來阿Joe也很想拉攏他 打算找他助選 但是 這個Taylor Swift 他還沒有表態,但你就立即 他還沒有表態,你就搞他 老實說,你只是逼他 黏著 阿Joe 一般來說,就會反作用 原來 共和黨參選人特朗普在美國政界和保守派的媒體 這些盟友 現在正在針對美國的超級天后 泰勒斯 發動一場 又是 由陰謀論驅動的延遲攻勢 因為 他們擔心 Taylor Swift的影響力 舉足輕重 如果他支持阿Joe 支持拜登的話 可能他們就開始 這個勢會轉 美國這麼誇張 是的 我們可以動搖 對 川普先生都很沒信心 而且他還沒有表態你這麼快 我覺得 有些過了 有些過了 原來極右份子對於Taylor Swift 近日的攻勢是升級的 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紐約時報》之前報導 泰勒斯 是拜登競選連任最大 並且最具影響力的 爭取背書目標 即是得他 如果有他的幫忙 阿Joe可能競選是有這個轉機的 那競選團隊 就開玩笑 提到 考慮 叫 泰勒斯在他的巡迴演唱會 某個時刻 可能出現也好 哈哈 這樣也挺好笑 即是說 某個巡迴演唱會的 阿Joe出現 可以嗎? 或者 他在 阿Joe的某個競選活動出現 可以嗎? 會不會嚇到爆的 演唱會出來 是 反反效果 我想看 Taylor Swift 為什麼是阿Joe 我看阿Joe 我看你 阿Joe唱什麼? 不是要看阿Joe 是啊 沒有唱歌 更壞 Lubby Tender Lubby 什麼什麼 走開啦 走開啦 哈哈 哈哈 他跟韻尋瑜唱歌 韻尋瑜都是賭米 原來陰謀論就說 他假裝拍拖 之後就說他內定是Super Bowl的 就說內定在Super Bowl的助選 你不要亂看我這樣說 原來川普的支持者 原來有位叫盧麥 盧麥 這位川普的支持者有80多萬個追蹤者 他就說民主黨的Taylor Swift 其實他沒有黨 他說他 選舉 干預 他什麼都沒有說過 還沒說過 他說這個深戰已經開始了 曾經 是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 現在也退出了並且 支持 是川普的這位印度阿哥 拉馬斯 阿米 他就提出了陰謀論 說這個Taylor Swift 和美式足球的這個運動員 他男友 就說這個 查韋斯卓斯 是假裝拍拖 這樣也行 假裝拍拖又怎樣 他說得很搞笑 他效力的肯薩斯 成游長隊將會內定 奪得今年美式足球 超級碗冠軍 之後呢 因為 他扯得很遠 他就是這支球隊的球員 他也是表面上是Taylor Swift 的男朋友 所以就給了一個機會給Taylor Swift 出來助選 這樣說 不是吧 扯得很遠 另外 支持 特朗普的名嘴 克里斯皮更加說Taylor Swift 將會在Super Bowl決賽當中 這個表演亮相並且為拜登背輸 應該不會的 這些運動比賽 他支持男朋友應該會的 但是你突然宣佈他支持拜登當然不會的 不會在這樣的場合支持 這類陰謀論其實有他的根源 右翼長期很討厭泰勒斯 因為他是一個公開的自由派 並且曾經說過他不喜歡特朗普 他在2020年支持 這是拜登的 去年9月再次發揮影響力 鼓勵粉絲去登記 做選民 一千上萬人做了 去年我們 大家知道之前 選舉 都是看到 當然我說去年不是其中選舉 他說去年是叫選民去登記 粉絲去登記 但是之前 其實也有很多明星在其中選舉有幫助 所以沒有出現了紅潮 沒有出現了紅潮 還有 原來 他 亦都說 哎呀 又逆 為什麼 那麼討厭他 原來之前他也是 叫人接種 叫人接種 這個不是正常人 正常人應該是這樣的 對吧 唉 所以你說 說什麼 當然 應該吧 說真的 不是應該讓人接種 才是正常人嗎 原來這個彭博 這裏百分之十八的選民傾向 是跟隨投票的 彭博亦都說 Taylor Swift 他受歡迎程度 很可能會轉化成為 政治力量 根據這個 在新聞周刊的民意調查 看到大約百分之十八的美國選民 包括大約三成的年輕選民 表示如果某位候選人得到Taylor Swift 的背書的話 他們更願意投給那個候選人 原來是真的可以的 看看 這個我當你是真事的話 你選擇現在去追擊 他的話會不會 更加多人 是的 你激起了那些未投票 保護 保護Taylor Smith 保護他 投一票 你踢走特朗普 不用踢走他 之前踢走了 現在他是想重新來的 另外看看右翼對於Taylor Smith的憤怒 當然會導致國家分化 會分化成兩極 更加重要是他表明了有些人 會挑起一些 不和和製造一些不必要的分化 我們看回拜登的 顧問就想著利用這場 對Taylor Smith的 這個叫做抹打 其實你也是等於變相幫助拜登 也是變相幫助拜登 拜登的 前白宮 通訊主任 他也說Taylor Smith 透露過的政治觀點 只是關懷 不要懷恨 保護女性 以及一些小眾人物 即是說你這樣過了 你這樣 即是會令大家對你反感 很多人就開始反感 這件事我覺得 是不治的 因為他也沒說 就算說了 當然阿七說不怕 你自己說不怕 你自己說不怕 阿七呢 他的支持者 這次做了豬隊友 是的 為了吸引越來越多 選民其實現在也不是用傳統手段 當然之前阿周也找籃球運動員 也找網紅大V 一月的時候 原來北卡羅納州 在那時候停留期間 阿周對一位支持者的家 進行長達一小時的訪問 這位支持者 的學生貸款是通過聯邦計劃被取消 他之前 其實他也是 這件事 令到那些選民失望 因為他打算 把一些聯邦 學態 打算幫他們減輕 或者有些人拔走了 但做不到 原來他的兒子 後來也在TikTok 他用TikTok 不是國客 現在阿周也在想 究竟進不進駐TikTok 其實我覺得他想 因為有年輕人 但他又 又是說要查TikTok 等於自打嘴巴 等於我們前 前總理 魔總 Scott Morrison 他後來是TikTok 還有這個 微信 這個搞笑 之前說國家安全 要封鎖 結果他的帳戶被人 買了 又要罵這個共產黨 其實是大家商業狗分 沒有人家搞得被人買了 他的帳戶更好笑 原來 那條影片很厲害 阿周 阿周家訪那個人的兒子 把影片放上TikTok 幾百萬人看 所以 現在他 他心動動想加入TikTok 都很正常 因為事實上真的有多年輕人玩 所以 很多政府想搞TikTok 都搞不了 因為那些年輕人 其實那些網紅 真的有些實力 真心說他們有些實力 如果他們 沒有人玩TikTok 有沒有搞錯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會 大問題 這個 說真的 他這個競選田隊 希望以新的方式 接觸選民 但是你之前搞TikTok 他也比共和黨更好 那些 蒙倫 一問人家WiFi 一一問 你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周秀智 你是什麼人 你有沒有中國國際 不斷地問人家 天貨盾 就是這麼無聊 如果 如果你真的玩TikTok 你就可以跟他對著幹 不過他應該不敢 他最多是叫那些網紅 分享TikTok 周邊那些 他不敢自己 弄個 因為他也搞過TikTok 原來 拜登團隊現在夢想 最好的實現 就是希望Tail Spirit 可以支持他 因為上屆大選當中 他有支持拜登 並且在年輕選民當中有巨大的影響力 而拜登在年輕選民當中並不受支持 說真的 特朗普也不是很受支持 但是 特朗普有些中產是過了 給他 即是轉向他那邊 如果吸引年輕選民也比較好 為了贏得年輕選民的選票 所以Tater Smith 他們 真的很想 他背書自己 但是他現在還沒表態 看回這個 泰勒斯其實他時代 雜誌評選他2023年是人 引導人物 他 現在進行的巡迴演唱會 在2024年 其實就會以10億美元的票房 成為歷史上最賣助的巡迴演唱會 難怪他說叫阿祝 阿祝在某個演唱會某站出來唱一首 沒有 千萬不要可能還太糟了 不單止 票房相當驚人 他的巡迴演唱會 更加可以 推動到當地經濟 市場研究公司 Question Pro 其實在 去年也評估了 如果Tater Smith的演唱會 他可以為全球 經濟增加50億美元 多厲害 不單經濟上 政治上的好照力很強 現在他在IG 挺可怕的 粉絲數 2.7億 2.7億 美國的媒體也說 他的粉絲 真的很聽他說 2023年9月 Tater Smith 他在IG上面發帖 鼓勵他的粉絲去登記投票 做選民 當然這些 原來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所以 難怪川普這麼討厭 當然你現在這樣搞他 也是有反作用 看看原來 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當中 表示美國 美國有2.583億的成年人 記住這個數 其實 這裡挺恐怖 原來之前 Morning Consult 這間諮詢公司 就在去年一份調查當中 就說有53%的美國成年人 自稱 是Tater Smith的粉絲 所以他的基礎很厲害 他 2.5億人 53%都是一億多人 如果 全部都聽 這個泰勒斯說的話 就有1.37% 沒錯 大概佔 20年 在選舉當中特朗普 和 拜登的選票大概88%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 Tater Smith的粉絲大多都是民主黨人 或者左傾粉絲 但事實好像並不是 其實 原來自由派 大概佔他的粉絲55% 還有其他 中間選票或者傾佑 都不奇怪 看看拜登在2020年 以不到10萬票的優勢 贏得9個州份 所以Tater Smith的共和黨 粉絲只有一小部分跟隨 紐漲的腳步 沒有半變 但是 始終他有力 就是有力 所以 現在你這樣招呼他 當然 別人覺得 他無權 都可以說有權有勢 始終有錢 權的話他就沒什麼 但你可以這樣說 有粉絲 其實也變相有權 所以他怕他是正常的 看看 Tater Smith 是影響了美國整個地區的流行文化 還有很多很多 還有體育 經濟 因為他的男朋友就是一個 運動員 明星在選舉當中的權力 之所以會增強是因為 明星權力本身的增強 還有社交媒體 其實也幫助這些明星 更加大名氣 當然 現在 川普說不用擔心 我可以對抗他 不用擔心 還有最搞笑的 他的粉絲昨天 又弄了一張假的圖 是什麼圖 就是Tater Smith 舉著一張圖 寫著支持特朗普 這是P圖 你還敢搞嗎? 是不是這麼好? 真心說 當然也在這裏講傳 也有一張圖 叫做 Trump Wong 說他贏了 事實上這個是假的 是之前 他是在 看他男朋友的 一場美式足球比賽當中的一個動作 他舉起一隻手 所以加了一支旗上 其實是假的 好心啦 這些 肯定被人識破的 是不是 很短時間之內 已經可以被人 穿了 你又不要搞了 不過他又不怕 不怕醜 這個好笑 當然現在右翼 對於Tater Smith 的攻勢是升級的 因為 他都擔心 背書拜登 其實我覺得最後他應該會 那Mega有究竟 你是做好心做壞事好心的交易引號 還是 豬隊友呢?當然是豬隊友 好,這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